亲爱的小伙伴们,这里是小陈电影,我是主播小麦 本期要为您解读电影《明星》 马莎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孩 她的母亲早年病逝,家里也没什么亲戚 为了追逐向往的明星梦,经常在各个剧组里试镜 可她没有一点过人的天赋,身体还有先天性缺陷,欧心腿 两只腿根本无法合拢 更可笑的是,马莎想表演一下哭戏 可足足酝酿了十分钟情绪,也没能挤出一滴眼泪 导致世界现场非常尴尬 尽管在明星梦上屡试屡败,但马莎并没有垂头丧气 反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出在自己的外表和身体上 头发、耳朵、胸部、嘴巴以及大腿 她坚信把这些部位整形完毕后,自己肯定能选上女主角 从而在演艺圈闯出一番天地 为了扯极高额的手术费,马莎不得不去夜店做美人鱼 对外谎称自己有游泳天赋 结果刚一下水,就差点被淹死 幸好被同在夜店打工的威廉及时救下 通过这次尴尬的意外,也让她对这位女孩一见钟情 当得知马莎口中的明星梦后 威廉并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对方 并对她透露,自己是个资深小偷 为了能证明身手不凡 她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次偷窃 结果还真搞到了可以帮马莎整头发的钱 而事实上,威廉是一个隐形的富二代 父亲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商 但因为和父亲关系很僵 又看不起和自己差不了几次的继母 便故意辍学外出打工 本能地抗拒这个财富家庭 因为在她的眼中 这个叫丽塔的继母 就是一个高级妓女 她和父亲同居多年 可一直怀不上孩子 两人的婚期只能无限推迟 趁着一次绝佳的机会 威廉偷走了她的市民卡 想用里面的钱款来帮助马莎去整容 而丽塔的确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半斤女 急去怀上一个孩子来维持自己的身份 就是想要早日嫁进航门 然而 在一次健康检查中 医生告诉她患上了罕见的绝症 只跟俄罗斯只有两例这样的病症 更可悲的是 她的生命只剩下短短的一个月 当医院提出能研究遗体的要求时 丽塔的失窃 瞬间坍塌了 当晚 她心想自己即将死去 金钱名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结果在和威廉父亲的造人现场 一口气把自己贪毒钱财 想让对方尽快死的事情全部吐了出来 而这么做的后果也不单设想 第二天 她就被扫地出门 房卡汽车等贵重物品被一一没收 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能向自己厌恶的威廉求助 可没想到的是 往日对她嗤之以鼻的妻子 反而愿意对她伸出援助之手 就这样 丽塔搬到了马莎的家中居住 三位主人公也形成了统一的战线 共同帮助马莎来制住梦想 而丽塔之所以能改变观念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即将迎接死亡 一方面是被打工的雇主彻底开化 开始明白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 是死后能留下的遗产和文明 等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丽塔作为一个知道自己将死的人 给予了马莎很多精神上的支持 她会告诉对方 如果是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尽全力去追求 毕竟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 同时 她已策划出一个死前人体绘画的艺术展 并试图卖给之前投资开办画廊的情人 想在死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马莎觉得这个点子很有创意 便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进来 两个女人全身赤裸涂满颜料 在朔达的画纸上肆意翻滚 创造出一幅幅原汁原味的概念作品 马莎经过多次试镜 最终获得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出镜时间仅有短短十秒 不但没名字 没对白 而且还要负责脉弱和被虐 就这么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 毫无顾忌地用威廉拖来的钱 完成了清单上大部分的整形计划 头发 耳朵 胸部和嘴巴 马莎的最后一项计划 是治好O型腿 但也是开支最大的一笔费用 为了能筹备这笔费用 威廉已经和父亲在缓和关系 她想光明正大的 给马莎经济上的帮助 也想正式摊排自己的身份 包括提出和她结婚的想法 可谁知道 马莎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后 二话不说 就收下了这笔巨款 但却明确表示 自己不会和她结婚 于是 这个女孩 变成了每个人都反感的心机表 因为她利用威廉的爱 来依偎索取 却从不付出任何东西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竟让剧情瞬间反转 当丽塔再次来到医院 医生忽然告诉她 之前的体检结果 和其他人弄混了 她本人并没有患上绝症 而是怀了三个月的身孕 那医院怎么会混淆病例呢 丽塔立马赶到威廉家中 想搞清楚这件事情 禁不住歇斯底里的逼问 威廉才说出 曾把她和马莎的生命卡 掉包的事情 原来 整天坐着明星梦的马莎 才是真正濒临死亡的人 当医生把这个噩耗 告诉她的时候 马莎却一脸轻描淡写 表示自己早就知道这件事 因为她的母亲 就是死于这种病 尽管活不了多久 但她还是希望 去治疗自己的欧心腿 到此 剧情发生了第二次反转 原来 马莎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 并想用全部的努力 去追求渴望的事情 她口中的明星梦 不仅仅是对于 娱乐圈的盲目追捧 两个月之后 丽塔挺着大肚子 举办了死前 人体绘画的艺术展 结果马莎申请的人体画 让这次展览 大获成功 经过一场生死浩劫 她没有接受 威廉父亲的求婚 而是选择 去追求生命中 有意义的事情 时刻遵循着 内心真挚的一面 而威廉 从这段感情中 也看清了自己的厌世情绪 并从马莎身上 学会了乐观 包容等优点 以便结尾 她正在观看 马莎之前采演的电影 当画面从播放器 渐渐扩大至整个屏幕 只见马莎 在被打得笔血直流后 仍然轻快地唱起了歌 这个女孩 在面对死亡时 比绝大部分正常人 还要乐观强大 她所表现出的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们 观看电解说 关注小春电影 对于短片 如果您有更多 更好的解释 欢迎在视频下方 进行留言和评论哦 我是主播小麦 我们下期 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